大家好我是阿樂阿 來到聖誕系列的第三條片到甜品的部分 今次要做的是麵包布甸配海鹽焦糖醬 麵包布甸材料有 麵包270g 雞蛋2隻 飲酒45ml 牛奶470ml 砂糖160g 忌廉60g 杏普50g 杏仁30g 雲呢拿半條 肉桂 海鹽焦糖醬材料有 牛油50g 海鹽3g 忌廉120ml 先切麵包 大約切3cm x 3cm 用什麼麵包都無所謂 除你喜歡 隨便 кон靜 玉米貼 上面前往 要焦點 日本裝蒜 封印 有 kg 不及有弱 如果喜歡紅莓乾可以加紅莓乾 喜歡開心果就加開心果 沒有特定要加哪種果仁和果乾的 雲呢拿在中間切一刀 讓雲呢拿至於外露更容易出味 準備一隻鍋 將牛奶、忌廉、冰酒、砂糖、雲呢拿和肉桂 全部倒進去 因為我沒有肉桂粉 所以我用泡泡 大概泡一汁左右 之後開慢火加熱 大概煮15分鐘 讓糖溶完和香料出味 就可以關火攤凍 記得不要開大火煮 因為牛奶很容易焦和滾舌 煲奶攤凍後 就可以打蛋 倒進煲奶攪拌均勻 然後準備一個可以進焗爐的盒子 將麵包平均鋪在盒子裡 然後再將布丁將倒進麵包裡 之後就進焗爐 175度焗35分鐘 焗爐的時候就可以煮焦糖醬 首先將一半的糖倒進煲 慢火煮溶些糖 煮的過程 不要攪拌糖 否則就會變成反沙戶的反沙 令醬最後煮得起一顆 就不滑了 煮溶之後就倒進另一半的糖 煮到糖開始變色 就加牛油 分兩次 焦糖就不會因為這樣而急速降溫 攪拌到一塊塊 煮到炒飯 煮到的部分 煮到放碟的部分 其實也沒有甚麼放碟可疑 把麵包布丁放到碟裡 再加上焦糖醬 再加上糖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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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完成了 這個簡單的甜品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CLS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